欢迎去加入凤凰早班车 头条关注到的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6号的下午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 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 并且参加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强调 人民政协各党派各团体 各族各界各方面人士 要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即将到来之际 习近平表示 我代表中共中央 向参加全国两会的 女代表 女委员 女工作人员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 海外女侨胞 致以节日祝贺和美好祝福 希望广大妇女振奋 龙马精神发挥半边天作用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经国贡献 联组会上多名委员做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 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 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听取意见和建议 感到非常高兴 他代表中共中央 向在座的各位委员 并向广大民革成员 和科技界 环境资源界人士 向广大政协委员 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 进一步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 积极作为 更好团结海内外 岛内外 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 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 农业 人文 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习近平指出 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达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新动能 要务实建言县策 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 创新活力和潜力 习近平强调 广大环境资源界委员 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以高水平保护 支撑高质量发展上 做出新贡献 要首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 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全面准确落实精准置物 科学置物 依法置物方针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化 低碳化 加强资源节约 节约 循环利用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人民政协要加强自身建设 政协委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 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李希 在6号分别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和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一些团组的审议和讨论 李强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 充分肯定过去一年 广东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的贡献 希望广东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 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同日 李强在参加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时表示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大力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坚持不懈亨实农业基础 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赵乐际在参加民盟农工党界委员联组会时表示 希望民盟农工党坚定发展信心 积极参政履职 广泛宁新聚立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 要坚持好 发展好 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王沪宁在参加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时表示 要积极履职尽责 深入协商议政 为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蔡奇在参加文化艺术体育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 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实施文化汇民工程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积极拓展国际人文体育交流 李希在参加九三学社 无党派人世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 希望各位委员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积极建言宪策 多做解疑试祸 引导预期 提振信心 凝聚共识的工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国家发改委6号在14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强调 支持科技创新 城乡融合发展 并且将深化户籍改革 而中国财政部表示 地方债务风险整体缓解 将会加强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开始要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国家发改委表示 这时考虑到国际环境深刻变化 需要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 集中力量加大攻坚 头像将按照问题导向精准突破 初步考虑呢 我们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 城乡融合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 粮食能源安全 人口高质量发展 等领域的建设 这些领域可以说 潜在建设的需求是巨大 投入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现有资金渠道呢 难以充分地满足要求 中国是已经提前实现了 十四五规划提出的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 这样一个目标 可以说城镇化是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 想为国家发改委的政治人 您判断中国城镇化的潜力还有多大 下一步发改委将重点从哪些方面 去继续推进城镇化 中西部的城镇化的建设 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二个我们看什么呢 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 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 这个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中国整体城镇化率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将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全面落实 城区常住人口在三百万以下城市 取消落户限制的要求 放宽 放开除个别特大超大城市外的 这个落户的限制 重点要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的 像子女教育 住房保障 社会保险这些问题 推动常住人口基本服务的均等化 郑山杰说不少地区还处在工业化进程 通过工业化能够带动城镇化 潜力还很大 城市补短板的空间也还很大 老旧小区改造 应对洪涝 火灾 城市安全任性的短板 急需补齐 对于去年年底出现一些地方债务过高 导致基建停建的问题 财政部表示 近年来持续在推进防风险的工作 采取一系列措施 稳妥地化解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 地方债务风险已经得到了整体缓解 地方政府法定债务本息 兑付有效保障 隐性债务规模 逐步下降 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工作 起得积极进展 地方融资平台数量 有所减少 总的看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 财政部表示 下一步会进一步地加强 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 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 落地见效 通过安排财政资金 压减支出等方式逐步化解风险 严格违法违规举债问题的监督问责 严格落实 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 和债务问题 倒查机制 凤凰问事 霍卫委委也不见 北京报道 把镜头立刻转到北京第二场的委员通道 正在进行中 谢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好老师 也常常回想起和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教师社会影响大 全国进五十万所学校 有一千八百九十多万教师 拖起近三亿在校学生的教育 关联着学生家长群众 近八亿人 教师受人尊重 学生喜欢好老师 家长期盼好老师 党和国家需要好老师 其实好老师就在我们身边 2023年 我们湖北 开展了自尽频繁的心中的好老师 这项活动 收获了三百万个 关于好老师的故事 感动了金主大力的千家万户 这些老师们默默勿闻 心中装满着孩子 吃得了苦 赖得住烦 担得起责 他们是孩子们身边的大先生 诠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有这样一位老师 他叫王直军 扎根在湖北重阳 一个库区的孤岛教学点 以校为家 风雨无阻 摇着小船 二十八年 接从学生上学放学 那个只有八百多村民的小山村 在他的培养下 走出了四十六名大学生 教学点调整之后 他再一次放弃了进程的安排 主动申请到了最边缘的高检乡 他用自己的肩膀 托起了孩子们 走出大山的梦想 一个人遇到郝老师 是一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郝老师 是学校的光荣 无论是未来的医生 工程师 工匠 还是未来的航天员 科学家 轮机长 未来的家国栋梁 今天正端坐在我们明亮的课堂 都渴望着 还好老师去培养 没有好老师就没有好教育 要用好教育培养好老师 师范院校 作为教师教育的主力军 一头挑着高人教育 一头挑着基础教育 我们在时间中建立了大中小幼一体化 教师培养机制 形成教师教育共同体 我们把中小学的教师 请到了大学的讲堂 让大学生登上了中小学的课堂 教师教育 职签之后 充分贯通 培养了一大批 既下的区 教得好 还能留得住的基础教育师制 我校学生胡婷婷 毕业后依然选择到乡村任教 成为宝康县歇马镇一名英语教师 毕业四年间 在两个学校之间走教 每次往返三四六公里 他说 自己今天的奔走 为的就是明天孩子们的奔跑 学生们非常喜欢他 家长更是尊重他 尊师宗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今年我们将迎来第四十个教师节 在此我想说 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让尊师成为风尚 让宗教温暖每一位老师 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因为教师强则教育强 教育强则中国强 谢谢 谢谢政委员 请记者提问 请举手示意 刚才看到是来自委员通道的最新画面 教得好留得住 尊师重道 谢谢所有教育家的付出 接下来讨论经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很明确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部就表示 主要特点是适度加力 提值增效 同时财政部也反复地强调 政府部门要过紧日子 并且不是一时之需 而是长久之计 据今年的外贸形势 商务部是用十分严峻来形容 同时强调 有信心能巩固基本派 斤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 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 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蓝福安强调政府过紧日子不是无紧钱包不花钱 而是要集中财力办大事 各级政府过紧日子也不是一时之需 而是长久之计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财政政策的定位是积极 财政部表示 总的基调和特点是适度加力提值增效 适度加力 提高财政政策的直效 财政部表示 今年的赤字规模将达到4.06万亿元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比去年增加超过1万亿 政府债券的规模也明显增加 要继续实施结构性的减税降费 也要严肃财政纪律 统筹运用各项政策工具 打好组合权 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 央行表示 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丰富 空间充足 后续有降水的空间 未来会加强逆周期跨周期的调节 对于今年的外贸形势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十分严峻 主要是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很多 但是内地今年前两个月的 外贸开局是好的 延续了去年底的增长趋势 有信心能够巩固今年的外贸基本盘 外贸发展依托的 我们国家的产业基础 要素禀赋 特别是创新能力 在不断的增强 我们的出口产品 正在从价值链上游 从中低端往上游攀升 而且进口市场 我们扩大开放 我们主动开放 进口市场的机遇也在增大 进出口都有很大的潜力 外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 去年消费对内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82.5% 商务部表示 今年会继续推动促消费的措施 消费品潜在更新需求 进入了集中释放期 会落实好汽车 家电 家装储备等消费品 已旧换新的各项政策措施 同时也要在服务消费 快速增长的趋势之下 丰富服务消费的多样化 大力提振服务消费 去年底内地股市大幅下跌 之后吴清走马上任证监会主席 不到一个月 吴清首次在两会新闻中心记者会亮相 用菜鸟自嘲 而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社会关注的圈钱IPO 技术性离婚套现 分红低都做出了回应 吴清也强调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是证监会最重要的任务 2010年调任上海之前 曾经长期在证监会工作的吴清 自签调侃是菜鸟 不过说起资北市场 他侃侃而谈 他说投资与融资 应该是一体两面 不能分割 监管者就要特别关注公平问题 要把公开公平公正 作为最重要的市场的原则 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小投资者 占绝大多数的市场里面 更是这样 所以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是证监会工作的 最重要的核心任务 可以说没有之一 吴清说下一步监管工作 要突出强言两个字 前一段时间的市场波动 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大 但是不强 他强调 法律上制度上 要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证监会将瞪大眼睛 对问题机构 问题企业强化早期纠正 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露头就大 谈到上市公司的质量 吴清强调 证监会第一步会抓盐入口 审核注册各个环节 都要依法依规 言之又言 他透露证监会 正在对再审企业 进行现场检查 下一步要成倍的提高覆盖面 正在构建综合城市体系 严厉打击财务造假 同时也会规范减持 吴清表示 下一步会进一步的提高 企业分红的稳定性 及时性和预期性 对多年不分红 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 将采取硬措施 同时也要加大退市力度 做到应退即退 谈到增强资备市场的稳定性时 吴清说 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需要多角度推进 包括严格监督执法 吴清强调 纠正市场失灵 已经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还要继续健全 完善机制 坚决防范系统性的风险 凤凰卫视 火微微也不见 北京报道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 回回来 印度在6号 为一个新的海军基地节目 基地紧离马尔代夫 引发了关注 新的海军基地 是位于印度洋的米尼科伊岛 是拉克沙群岛其中一个岛屿 距离马尔代夫 约125公里 已经建造多年 是印度西岸最偏远的军事基地 印度海军表示 新基地将会加强在 克拉沙群岛的军事存在 而印度和马尔代夫的关系 近期转区紧张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在去年10月上任之后 表明要求印度驻军策走 而根据马尔代夫军方 最新公布的计划 印度军事人员最迟 将会在5月10号离开 再来关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总统初选的超级星期二 已经落幕了 最新的出口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 重塑共和党选民群体 美国2024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活动 3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落幕 当天15个州 以及美署萨摩亚举行初选 周三上午黑力正式宣布 结束总统竞选 黑力的退出使得特朗普 成为共和党初选中 最后一位主要参选人 几乎可以保证他获得共和党提名 并可能在11月大选中 已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对决 最新的出口民调凸显了 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 重塑了共和党选民群体 民调显示埃奥瓦州 新罕布什尔州 南卡罗莱纳州 北卡罗莱纳州 弗吉尼亚州和加州这六个州 超过60%的大多数 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 即使特朗普被判有罪 他们也认为他适合担任总统 在这些州中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 都不愿意承认 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 获胜的合法性 民调指出 大约有46%的新罕布什尔州 共和党初选选民承认 拜登在2020年的大选中获胜 这个比例在其他五个州变得更小 弗吉尼亚州41% 南卡罗莱纳州36% 加州33% 北卡罗莱纳州32% 埃奥瓦州只有29% 但在一些地方 仍有对特朗普不满的迹象 在弗吉尼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和加州 共和党初选选民被问及 他们是否会在10月 投票给共和党人 而不管提名人是谁时 70%或更多的特朗普支持者 表示会投票给任何共和党人 相比之下 只有1%或更少的黑力支持者 表示会投票给其他共和党人 此外 在这六个州的每个州中 大多数选民选择经济和移民 作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而不是外交政策或堕胎 新罕布什尔州的55% 和加州的近70%的选民 都赞同特朗普的强硬黎民立场 称美国的大多数无证移民 应该被驱逐出境 而不是被提供申请合法身份的机会 凤凰卫视王岐 姚依伟华盛顿报道 徐带领锁定两会的委员通道 这新报道 工作者 美术工作者 我要常常去到全球各地 去举办展览 搞活动 那么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会下意识地去寻找 我熟悉的东西 来帮助我认入 只要每次看到悬挂有五星红旗 中国招牌和中国灯笼的时候 我就会在那一瞬间 拥有了信心 不再会觉得迷茫 正是这些亲切的 熟悉的文化符号 它给予了我信心和力量 在这些年 这个不断地与国际朋友们 交往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 他们在谈论中国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不仅仅是提到 这个长城故宫 还会非常热心地告诉我 他们坐过我们的高铁 吃过我们的烤鸭 买过我们的新的能源汽车 甚至还吃过我们 这个湖南老家的地道香菜 这些中国味道 中国制造 成为一个一个熟悉的 鲜活的文化符号 把世界不同领域 不同背景的人们连接在一起 引发共情 产生共识 达到共鸣 我想这就是文化符号 蕴藏在背后的 一个重要的力量 中华文明博大轻生 渊远流长 如何立足中华文明 打造具有时代特征的 新时代文化符号 是我一直都在思考 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中国有一句古话 逢山开路 玉水加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桥是连接的载体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 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 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 于是我以造州桥为原型 用两万块长城砖大小的 融入了世界各个国家的 国花的琥珀金砖 创作了一件大型的 景观雕塑作品 思路金桥 以此向世界展示 一花独放不食春 百花齐放 春满园的 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精神 当这座桥在世界寻展的时候 中国桥的壮丽 琥珀和花的美好寓意 都给世界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那么中国的善意 中国的声音 不断地被传递到世界各地 我想打造好中国的文化符号 是讲好新时代 中国故事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然而打造新时代的 国家文化符号 绝非易事 需要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 它是系统性的国家工程 我们要把它上升 成为一个国家战略 来执行和推进 虽然思路金桥 经过了十年的沉淀和积累 已经被国内外的观众和朋友们熟悉 但是我觉得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未来 我将在全球一百座城市 打造一百座思路金桥 希望以此来推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 增强中华文明创造的影响力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让世界能够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新的力量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委员 请记者提问 请棘手示意 好 我们也谢谢这位委员 用文化找购名 刚看到的是委员通道的最新画面 来聊一聊大选吧 美国大选初选 超级星期二 投票结束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 占据绝对优势 他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宣布退赛 但是拒绝为特朗普来背书 黑利的退赛究竟意味着什么 初选又暴露出 特朗普面临的哪些挑战 我们一起来看 前方记者发回的 美国大选选情观察 超级星期二 美国大选初选落幕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横扫共和党党内的初选 并顺利拿下 15个州当中的14个州 超级星期二 结束后的第二天 特朗普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 也就是他曾经的内阁成员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正式的宣布退赛了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在党内 再无竞争对手 也进一步扫清了 他的总统竞选之路 6日黑利在他的家乡 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讲 宣布退出竞选 但他也拒绝为特朗普背书 The time has now come to suspend my campaign I said I wanted Americans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I have done that I have no regrets In all likelihood Donald Trump will be the Republican nominee when our party convention meets in July I congratulate him and wish him well I wish anyone well who would be America's president It is now up to Donald Trump to earn the votes of those in our party 随着黑利的退赛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是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 称特朗普已经成为共和党推定的总统提名人选 委员会也赞扬黑利进行了一场艰苦的竞选活动 成为第一位曾经赢得过共和党党内初选的女性 从黑利的表态来看 其实他的退赛并不情愿 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和赞助人给到他的压力 自从他在自己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失利之后 我们看到共和党的高层一直在施压他尽快的退赛 好把选票全部归到特朗普的身上 而黑利的最大金主美国保守派组织美国繁荣行动也已经宣布撤资了 他们曾经为黑利的竞选活动砸下了三千两百万美元 黑利的落寞离场 他的支持者又会何去何从呢 黑利退赛消息一出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就强占了先机 率先向他的支持者递出了橄榄枝 他称黑利的支持者都是温和派或者是独立选民 特朗普曾经说过要永久禁止他们参加 MEGA让美国更伟大的运动 拜登说特朗普不愿意接受黑利的支持者 但是我愿意接受 而特朗普则表示说黑利以创纪录的方式被击败了 他希望黑利能够继续留在选战当中 不过他既然决定要退赛 他也邀请黑利的支持者加入到让美国更伟大运动 一起去改写美国的历史 对于特朗普来说 尽管在共和党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敌手了 但是他的选战之路其实也并不轻松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即将面对接踵而至的刑事案件的审判 3月25日 特朗普的验刑封口废案即将在纽约正式开庭 他面临34项重罪指控 一旦被判有罪的话 即便不影响他继续参选 也会对他的选情造成负面的影响 而另外一方面 特朗普的竞选资金也开始捉襟见肘了 特朗普纽约民事诉讼案的判决 说他需要支付罚款3.55亿美元 而另外一起 女作家诽谤案则需要他支付罚金8300万美元 而特朗普每个月还在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诉讼费 不过消息人士也透露 特朗普近日已经秘密会见了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他希望能够获得马斯克的资金支持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寅谦 江广复发自于纽约的美国大选选情观察 好 下一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6号参加了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 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 丁薛祥表示 过去一年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在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 香港澳门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展现了新气象 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针 坚定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 要助劳维护国家安全屏障 支持香港尽快完成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健全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支援 希望各位委员 在爱国爱港爱澳旗帜下团结奋斗 共创香港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丁薛祥与港澳委员交流 多名的委员引述 丁薛祥满意特区政府 过去一年的表现 又指香港要尽快做好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丁薛祥出席港澳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议 多名委员引述丁薛祥指 香港要尽快做好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之后权力发展经济改善名声 很支持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现时我们社会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23条立法我们要尽快完成 也有提过我们要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去施政 希望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发展 他都提到是香港市民的意愿 从那个得回来的那个咨询结果 他都特别提到是接近99%的意见都是支持的 希望香港可以尽快立法 也都特别提到是各个是有必要性 还有是目前面对国际上也都错综复杂的一些环境 那外部势力在香港其实都还是蠢蠢欲动 市中怀指丁薛祥也充分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现 其实他充分肯定特首的过去一年多的工作 他说他是用量点来形容 还有特首的表现是历史担当的体验 是充分肯定的 他都提到中央对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表现是满意的 还有委员指丁薛祥鼓励港澳政协委员 要多想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 要具体落实 例如进一步落实项目发展北部都汇区 如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 富航卫视纪思亲 灯亮腾炎纪西在北京报道 多位澳门政协委员引述会谈内容表示 中央充分肯定澳门发展 并且要求澳门助劳国家安全防线 多位澳门全国政协委员表示 中央政府重视澳门地区发展 鼓励政协委员发挥桥梁作用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上 要利用自身优势更好的助力国家发展 希望我们作为政协委员发挥好作用 应该作为特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一个桥梁 也能够提高我们政治的判断力 以及我们的领悟力和执行力 建立一个更好的联系系统 对外不单纯是一个引进外资那么简单的一个安排 而是那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有效率的有实效的那种联系 会谈中 丁薛祥特别重申要助劳港澳国家安全屏障 为一国两日实践保驾护航 使其行本支援 有政协委员认为要不断引导青年人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维护国家安全这个事情永远在路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居安思维 要不断去引领 去引导我们的青年朋友提高国家安全的意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努力去防范和化解不同领域里面 刺激国家安全的风险因素 这样我们才能阻挠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屏障 对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有委员认为 澳门在制度 市场 资源 资本 人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应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凤凰卫视 杨夕刘嘉浩 北京报道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的集体采访活动 继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画面 做饭这样的小事 却成了他和老爸每天的繁星事 但自从社区有了老年司堂 不仅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还要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区活动 老两口现在感到很开心 很满足 社区服务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好事 让老百姓好办事 现在我们重庆的社区基本都有了党群服务中心 还着力打造十五分钟月明生活圈 针对老人 很多社区开办了党老服务站 针对小孩 有了拖拐课堂 针对特殊困难群体提供重点帮扶 美善门背后的家室也是国室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纳入了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 随着各地的落实 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可感可及的 为民便民安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你刚才提的第二个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参与社区工作这么多年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社区服务是一个大合唱 需要多方力量 协同发力 现在隔离在探索推进五色联动机制 就是整合五色的力量 协助基层 解决好老百姓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最近我到了重庆市两江行区 新服务社区 见到了一位女士 王女士 她坐在轮椅上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阳光开朗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听到她讲述她自己的经历后 我深受触动 她是一位先天肢体残疾者 三四六岁之前 一直封闭在家庭里 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外界打交道 正是在社区 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等社的帮助下 她走出家门 融入了社会 不仅活成了勇敢的追光者 还成为了移民社区志愿者 主动把温暖送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像这样在爱心传递中 实现双向奔赴的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社区服务就是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万家 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 谢谢 谢谢邓委员 请记者提问 社区服务需要每个你我他 刚刚听到是来自委员通道的最新现场 要关注是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六号继续有多个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议 邀请中外媒体的记者采访旁听 上海去年外资再创新高达到240.9亿美元 外商投资已经连续四年超过240亿美元 上海仍然是跨国公司新一轮的产业链 供应链布局的首选地之一 也是外商投资最青睐的首选地之一 上海市长公正在团组开放讨论时说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市场的发展活力 我想一个就是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得上 推出更多的举措 大力清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隐性门槛 和壁垒 第二个在监管的创新上 我们要大力推行四中四后监管 两随机一公开监管 风险分析企业分类信用监管 还有就是数字赋能大数据监管 着力构建审批监管执法信用 闭环管理的机制 今年是疫情后首次全面放开办两会 湖北省省长王中林在代表团团组会上 也谈及这几年湖北发展的心路历程 我们一路承压前行 一路回升向好 走出了一条疫后复苏 复原打平 重回赛道 修复向好的发展曲线 面对疫情重创 我们千方百计挺过来 2023年GDP增幅一计比一计快 主要指标高于全国领先中部 实现全面修复整体向好 这个冬天哈尔滨的出圈 也让东北旅游火出新高度 更让外界对东北重新崛起 有了新期待 在吉林代表团团组会上 省长胡玉廷说 吉林振兴发展正始入快车道 将把优化营商环境和项目建设 作为全面振兴的突破口 丙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实行退税提醒帮办 清理拖欠结账管 进一步为基因主体降费 减负增效 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 破除减入壁壁 对各类基因主体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 让国企敢干 民企敢闯 外企敢投 东北地区旅游年收入 刚刚卖上5000亿元的门槛 吉林也率先定下了旅游收入 达到万亿级别规模的目标 下一步将继续在产业集群 市场主体培育和服务保障方面发力 做到游客有呼声 吉林有回应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天津市代表团6号对媒体开放 住建部部长霓虹列席 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并提出建议 同时还围绕科技创新 津津议体化等多个议题建言宪策 中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 在谈到科技创新时表示 天津市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落到产业里 让新生力量不断壮大 今年也是经经济议题化提出10周年 陈敏尔表示 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强化社会民生获得感 这次团组开放还聚焦传统产业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里就提出 要让传统中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推动中药走向世界 在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发展国家及一带一路国家 一共46个国家和地区 取得了450个以处方药保健品 及食品添加剂的注射批件 持续推动一批中药走向世界 在当天下午北京市代表团的开放讨论中 全国人大代表雷军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发言 也受到外界关注 雷军提到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给予企业家很大信心 他也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 超大规模 第二点的话 极其完善的产业环境 第三点呢 我觉得是极其优秀出色的工程师队伍 和非常优秀的人才资源 我觉得这三点是中国经济的很核心的基础 还有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就像昨天总理的报告里面也专门指出 民营企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们坚定了信心 西藏代表团在6号举行全体会议并且对中外媒体开放 西藏代表团的副团长自治区主席严金海指出 对于西藏真实的情况要坚持 而听事须眼见为时 亲自前往西藏去体验去感受 中央财政对西藏的补贴累计达到1.7万亿以上 占到西藏财力的91.3% 仅去年中央对西藏的转移支付就超过了2500亿 人均财力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在全国31个省区市当中是首屈一指的 西藏代表团副团长自治区主席严金海表示 去年还接待了10多位常驻联合国的人权官员 参观了幼儿园学校等 他们都非常感慨在国外听到的西藏 和这次到访的西藏大不相同 耳听失去眼见为时 所以他们也呼吁不要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 亲自前往西藏去体验去感悟 所以目前一个日益团结富裕文明 和一些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全世界 严金海强调去年没有发生重大政治性群体性暴力案件 群众的安全感满一度始终保持在99%以上 是保障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全面开展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 法律意识的三个意识的教育 我们始终坚持 保护合法 制止非法 遏制极段 抵御渗透 打击犯罪的工作原则 把各种矛盾纠纷 化解在施法阶段 消除在萌芽状态 另外 西藏还大力实施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创建条例和规划 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也是西藏在全国省级层面上 首加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西藏自治区下辖的七个地势 建成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室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也在西藏得到全面的推广普及 冯航卫视刘君如晨奇 北京报道 福建省代表团6日下午 举行开放团组会议 会后全国人大代表全州市长蔡战胜 在回应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时指出 大陆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而台湾当局却暴力对待大陆渔船 对此表示极其分开 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在沿海多地设置多个设置 方便于台湾渔民的避风供给应急等设置 反观指 反观指 台湾当局 以各种理由 对大陆渔船进行暴力 无视大陆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第一次行进 表示继续分开 下一节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来看到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在周三是全线收涨 扭转了之前连续两天的跌势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 重燃了市场对于今年降息的希望 为大盘带来支持 相信我们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三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三大指数周三是高开高走 全天市高位盘整收盘时是上升左手 主要是因为大型的科技股 股个股呈现下降 所以是限制了三大指数上升的力度 苹果公司特斯拉和谷歌公司 本周以来持续抖 星期三再度是呈现下跌的趋势 另外是纽约地区性银行 在盘中传出 该公司必须紧急寻找资金来源 以解救目前面临的财务困境 所以贴符达到42% 随后无盘之后 宣布融资10亿美元 在首盘之前反弹回升14% 另外这个投资人高度关注的就是 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星期三开始一连两天的 国会山庄就美国经济状况 进行每半年的听证 鲍威尔在预前准备的讲话稿中表示 联储的今年年内降期的政策方向 并没有改变 但是要非常深深地关注 经济数据出台 所以还是要有待进一步的 看经济形势的发展 科技类股当中 虽然是大型的科技股 都是以下跌为主要趋势 但是芯片AI技术大型公司 英伟达公司早时一开盘 则是再创新高纪录 889美元开出 随后全天在高位载负盘证 在标准普通500指数 11大行业股当中 反映是电信类股和消费型类股 呈现下降 其他领涨的有 公用型类股 科技类股 以及民生型类股 时间长的收益率在收盘时 是4.112% 油价回涨1.25% 79块1毛3一桶做收 而新价再创新高纪录上升 0.76% 是2158.20美元一盎司做收 以上是新一山情况 凤凰卫视旁哲 六月报道 埃及现在为了换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绝地放弃汇款干预 同时现在也大幅加息应对通胀 埃及棒对美元的汇价 大幅贬值超过六成 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埃及 受到以哈冲突 邻国苏丹内战以及鸿海危机 导致苏伊士运河收入锐渐影响 经济大受打压 当局为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央行周三举行非例行会议 并宣布允许本币埃及棒汇率自由浮动 同时加息600个基点 使基准利率升至27.75厘 以应对日益加剧的通胀压力 受到消息冲击 埃及棒对美元汇价大跌 数小时内贬值超过六成 到超过50棒对一美元 与黑市价相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直要求埃及放开对汇市的管制 才会发放新的贷款 而在埃及央行做出行动后 埃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达成一项80亿美元的协议 包括埃及会获得组织12亿美元的贷款 用作环境永续发展 组织早前还要求埃及政府和军队 放松经济其他部分的控制 使埃及在未来46个月内 获得30亿美元贷款 埃及也积极寻求出售国有资产 来解决财困 2月份与阿联酋达成协议 将在当地靠近地中海海岸的度假圣地 建设一座新城 阿联酋将在两个月内 向埃及注入3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当中首批150亿美元的款项 上周已经到位 评级机构汇域随即上调埃及的外部流动性展望 指新的资金改善当地外部融资状况 但对于未来两年的经济前景仍然感到担忧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宏博社在6号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敦促荷兰 德国 韩国和日本 进一步的收紧限制 防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 报导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 美国希望日本企业限制向中国出口 晶片制造所需的专用化学品 另外也促请荷兰阻止半导体 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 为其中国客户提供晶片制造设备的服务和维修 荷兰 美国 日本的政府都没有对报导来做出回应 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 美方不断地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实施单边霸凌行径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半导体产业高度全球化 美方不当管制这严重阻碍了各国的企业 正常经贸往来 以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中方将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绝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再来关注Leaf高尔夫球职业巡回赛香港战 将会于本周五开始一连三天举行 国际顶尖球手陆续抵达香港 展开练习热身 也有球手受邀到香港新界的围村 吃盆菜 喝茅台 也到跑马地观看赛马 体验地道文化 来自世界各地50多位顶尖高尔夫球手 陆续来到香港 为周五开打的Leaf高尔夫球职业巡回赛做准备 不少球手抓紧时间 在本领高尔夫球场练习熟悉场地 当中包括世界排名第三 两届大满贯赛冠军得主琼拉姆 他不久前从美巡赛转战Leaf高尔夫球巡回赛 这次是首度来香港 事前也曾经向朋友打听香港这座城市 而两位大满贯冠军巴巴沃森和加西亚 星期二晚上则获邀到香港新界围村 在有700多年历史的邓氏宗祠 体验用筷子吃盆菜喝茅台 也观看便脸表演 也有球手星期三夜晚 或腰到跑马地观赏赛马 希望比赛之余也多感受城市魅力 里夫高尔夫球巡回赛是沙特主权基金投资的赛事 香港战是亚洲首战 大会预计可以为香港带来数以亿计港元的经济收益 香港警方预计赛事期间每天有大约6000人次进场 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 香港当局为这场活动资助大约1600万港元 而这场赛事的总奖金高达2亿港元 香港当局估计会为香港带来大约3000万元的税收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一全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进入第39天的审讯 从犯证人《苹果预报》的前主笔杨清奇继续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来做工 杨清奇在庭上表示 2020年黎智英曾经转交他一篇涉及抹黑内地政府的文章 他将文章的草稿的标题和内容略作修改后 便在《苹果预报》的论坛版上来发表 他表示虽然黎智英声称没有看过文章 但形容只要是老板转交的文章 如果没问题就一定会发表 控方在庭上又质问杨清奇《苹果预报》的社评定位 他回答相关的社评是由几位的作者轮流撰稿 虽然题目是由写手自行决定 但必须与黎智英的反中立场一致 例如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 鼓吹上街抗争 促请外国制裁等等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条好心情 去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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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